台东焚化厂今年在试车完成之后 即将进行为期两年的试营运 县议员黄瑞华还有郑冈山都提醒环保局 民众都在等着看试车结果还有试营运的状况 一定要用最高标准来进行每个环节 并且妥善处理回馈机制 避免引起民众产生异议 台东焚化厂在重启工作告一段落之后 今年台东县议会特别安排前往参观运作的情形 由于在试车完成之后 即将进行为期两年的试营运 议员也特别关注粉化厂未来运作 及回馈金机制等相关问题 汇气物能资源中心是排在7月份要开始试营运吗 我等一下有四个议题 你才帮我回答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本期记得粉化炉 粉化厂有两个炉 那这次的试营 试营运是不是要火力前开 这个是第二 第三 试营运的期间 有多久 才正常来营运 第二 依据垃圾单日的处理量 有多少公顿 请机长您做个说明 是 谢谢黄一元非常关心 我们粉化厂启用这个工作 目前这上半年都是在试车期从二月以来就开始陆陆续续来做试车运转 那这当中到今天已经进行第三阶段的功能测试了 那这今天的这个阶段是全量 就是等于说满载的情形之下 并且有第三方的公证的检测单位来做那个全时至少七天以上的检测 那如果这功能测试都符合规定 包含它的发电量 包含它的排放量 包含它的排烟的标准等等 如果都符合的话才会后续通过进入后面的验收 那验收通过才会进行为期两年的这个市营运 本期一直提到的 我一直对焚化炉的回馈机制一直不是很满意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回馈办法 我一直在强调我背南向也要分道啊 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跟现场在讨论说有没有讨论过未来要怎么改善 如果我们用辐射状这样就是最公平的啊 所以跟曾一元报告知道曾一元非常关心这个 你知道我关心可是你也有帮我处理啊 对 第一个因为这个冯化厂毕竟坐落 它是灵壁设施毕竟坐落在台东市 所以是以台东市为主 那第二个你所担心的会不会比较临近一点 悲南乡的村的部分 那我们想说因为应征远这个非常关心 我们也会在当地会架设那个所谓的监设站 来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明 你应该用辐射状态把它原规这样画进来 画得到都算嘛 是不是 冯化厂的运作情形是许多台东民众关注的议题 议员也期盼县府要用高标准来处理 有效的将污染降到最低 也要与周边的居民和乐共存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